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208天 加美教宗 我有一位好友 他和丈夫苦等十年都没有孩子 医生说他们怀孕的可能性是零 有一天我家的门铃响了 是他 一切都写在他脸上 一进门他就又跳又笑 欢呼雀跃地向我们报告了一个大好消息 他怀孕了 他们夫妇十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答案 他特为报告佳音而来 没有什么比成为报佳音的使者更幸福的事了 你也是报佳音的使者 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就在你里面 所以保罗说 你的教宗是何等加美 作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肩负重要使命 就是将基督的好消息 报给万民 我们中的某些人更是有幸 因为报佳音是我们的全职工作 1978年当我还做律师时 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我渴望能够全时间来传福音 帮助人们认识耶稣的爱 但是罗马书10章15节警告说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到呢 若我没有得到神的差遣 我就绝不能传讲福音 被神差遣去传福音 是多么大的恩典和特权啊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何等加美 好消息的核心含义是因信而来的义 因为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本段真言充满了实用智慧 我们需要谨守唇舌 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 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 每个人都会禁不住说长道短 但我们要努力避免陷入传闲话的网罗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心腹 我们应该努力工作 不要懈怠 做工懈怠的 与浪费人为弟兄 依靠财富是愚蠢的 富族人的财物是他的奸诚 在他心想犹如高墙 骄傲导致败坏 败坏之先人心骄傲 而谦卑则带来荣耀 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对于带领启发课程的同工来说 下面这句话特别有帮助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以及聪明人的心得知识 智慧人的耳求知识 在这些实用智慧中 有句话很切合今天的主题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一人奔入便得安稳 并非所有高台都很坚固 只有那些投奔坚固台 就是耶和华之名的人 才能得救 新约表明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此真理与真言的教导 不谋而合 主啊 请在今天帮助我守住自己的嘴 谨慎从我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请帮助我努力工作 谦卑依靠你 感谢你 因为你的名就是坚固台 所有投奔其中的人 都能找到真平安 新约圣经 罗马书 十章第五节 到十一章第十节 呼求主 那时我才十八岁 成为基督徒刚两个月 我有幸将耶稣基督 介绍给了我的一个朋友 没想到 他当时就相信了 他的生命就像我的一样 从此被彻底改变 你还记得第一次 明白耶稣的好消息 并决定相信他的那一刻吗 你有没有给他人传福音 并且对方一下子 就相信的美好经历呢 新约所传讲的信息 真的令人屏息 在旧约中 主的名字是如此神圣 以至无人敢将他念出声来 如今 我们知道主的名字就是耶稣 我们不但能够开口称呼他的名 还要信靠他的名 更要靠他的名得救 基督信仰既具有排他性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才可以得拯救 也具有包容性 所有人都可以靠着他的名得救 亲近耶稣并不难 唯有出于信心的意义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心里相信固然重要 口中承认也是关键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我经常在启发小组 看到这样的事 就是当一个人首次对外宣称 我是一个基督徒时 你似乎能感受到 他身上发生了某些改变 保罗强调 若论到救恩 犹太人和西里尼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传讲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择无旁贷 因为除非人们相信耶稣 否则就不可能求告主名 除非他们听到福音 否则就不可能相信 除非有人告诉他们 否则他们不可能听见 除非有人被差遣 否则就没有人能去传福音 奉差遣传福音 是一个无上的荣耀和特权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何等加美 成为以色列人还远远不够 就像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国家 还远远不够一样 保罗通过引用摩西和以色亚的话 来证明这一点 并非所有以色列人都相信 有些人很背逆 顽固 但神弃绝他的子民了吗 答案是 断乎没有 神对以色列的放弃 仅仅是部分和暂时的 以色列中总有渔民 保罗本人就是力政 保罗提到了以利亚 在加密山事件后 他陷入了消沉和抑郁 以利亚对神说 唯独剩下我一个人 神却说 我在民中留下七千个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这一切全是恩典 保罗表明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既是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主啊 感谢你 凡求告你名的人必得救 感谢你 天下再没有笔缝差遣 去传福音 更大的特权了 请帮助我们兴起 差遣更多报家音的使者 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 旧约圣经 历代至上 二章十八节到四章第八节 信靠主 神创造人类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和他建立关系 除非进入这种关系 否则生命中总会缺点什么 神爱你 祂希望你能在这种关系中 找到成就感和方向 因此 敬拜神 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历代至的核心思想 就是敬拜神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就是忠心不二的敬拜神 神对你全心全意 他呼召你也对他忠心 不忠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本段经文仍然属于 历代至的开篇介绍 犹大国历任国王的名录 犹如这部书的所引 历代至上的大部分内容 都是关于大魏王的 作者视大魏为敬拜神 对神忠心的典范 阐明对主忠心的重要性 这是历代至的主题之一 但作者接下来表明 并非所有以色列人 都是忠心的 你一定会有孤立无援的时候 也许你周围没有任何 信靠神的人 但世上总有对主忠心的渔民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 就必立吻 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这是贯穿历代至的 忠心信息之一 主啊 感谢你 因你总是保守信实的渔民 请帮助我们不要灰心 反要鼓起勇气 更加努力地传播福音 佩博的补充 罗马书十章十三节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就这么简单 今日金句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何等加美 罗马书十章十五节